新竹市长选战国民党内竟然有人开出了气宝第一枪 日前带着众多里长现身高红安造势晚会的国民党籍新竹市副议长于邦彦 昨天晚上在脸书直言林耕仁物中敌计反倒成了绿营的打手 他要支持可以打败民进党的人就是高红安 民进党候选人沈慧红痛批说这是蓝白政治利益上的交换跟结合 林耕仁则是对此感到遗憾支持者很痛心 但是国民党会不会以党纪惩处呢 党主席朱立伦的回应很暧昧 国民党新竹市议会党团高喊团结唯一支持林耕仁打出抢救牌 因为选情真的告急 选前关键时刻自家后援会总会长竟然跳船支持民众党对手高红安 国民党及新竹市副议长于邦彦 脸书贴出与高红安的合照 支持林耕仁决策出现严重问题 物重敌计反成绿营打手 放任蓝白对立 因此呼吁大家要集中选票 支持能下架民进党的高红安 开出气宝第一枪 不但让支持者痛心和费解 也给对手分化我们的机会 秀下线的方式其实确实可能甚至会造成反感 争取更多新竹市民的认同跟支持 于邦彦上周六周带着数十位里长健身高环黄金周 奏事没想到气宝成真 国民党是否会记党记活速开闸止血 党主席态度很暧昧 共同的目标就是下架民进党 我们会团结慎选 对于任何个案 我们都是尊重考机会的处理 与邦彦虽然是国民党籍 但这次是以无党籍签选 能否代表郑蓝军引发质疑 但蓝白河班上抬灭 恐怕也将冲击民进党选情 不过操盘手柯建民显得老神在在 旁边党车 你不可能让最后一片操作气泡 新竹选民是塑胶吗 无非就是政治的交换和利益的结果 新竹人不容易被嘲弄 蓝银选前斗哥 谢霖宝高 笑颖是否发笑 都让新竹生选战 选情更加走卓 借回新竹综合过斗